你 肖小姐 上车吧 吕洪海 你这车是我借的 我虽然没钱 但是我有一个发小 是个大老板有钱人 我们还是有交情的 我从来没跟她张过嘴 这回呢她跟她说了一下 她就借给我了 还带了个司机 怎么样 我现在开始就像你以前人吗 有这么个大家伙撑着 有点香了 行 你满意就行 对了 等会儿聚会的时候 你见那俩人 你一定要表现得特别爱我 你记得要特别特别爱我 才行啊 你明白 你要表现得特别积极 你要让他们一眼就看出来 你宠我 特别宠我 那简直就是含在嘴里 怕花了 碰在手心里面怕摔了 疼女人 你会吧 我一定尽力 这就对了 你看你这嘴上都起皮了 多难看啊 来 拿着 来 拿着 摸摸 谢谢夏小姐 你就别叫我夏小姐了 从现在开始你叫我可可 可可 可可 那我叫你老李行不行 行 合作愉快 老李 合作愉快 可可 你说她夏可可跟我比什么呀 她配吗 她找什么富豪男朋友 她那样能找着富豪男朋友吗 天生一个丫鬟蜜 我都不知道你当初看上她什么了 我当时不是不懂吗 你说你要跟了她 你能有今天吗 我明白 我能有今天呀 多够了咱爸帮我 我跟你说啊 她夏可可今天她都没脸来 是是是是 她今天都 真巧啊 在这儿就碰上了 来来 正好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男朋友李洪海 这位是我的前任男友吗 你好 你好 对了 这位是刘晓岚 是我前任男友的先生老婆 先生老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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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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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 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生意的呀 我呀 我 我在南非买了几家五星级的酒店 就在这个约翰内斯堡市中心 你们以后去南非玩可以找 国际买卖呀 你这店都开到非洲去了 厉害呀 就是 那你这大老远的飞来飞去 不不方便呀 是 这私人飞机虽然方便 但是坐着不舒服 所以我琢磨着啊 我想买个游轮 做点这个旅游的买卖 我自己呢也放慢节奏 自己坐着也舒服点 那也得私人飞机贵呀 你打算在哪儿买游轮啊 需不需要我帮你介绍介绍 华人圈的那个船王周云你认识吗 知道 我跟他特首 要不我现在给你打个电话 帮你订条船 好啊 这电话号在那个手机里呢 我打给他好吗 洪海啊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呢 老周 我想从你那儿买个游轮 就是坐三千人的那种 行啊 你买的话 二十一内保准拿下 你总算开窍了 弄条船我保证你赔不了 得嘞 就这么着 另外有个事 我有一个哥们儿叫 温昊 说跟你特别熟 你认识他吗 温昊 不认识 肯定不认识 现在骗子挺多啊 你小心点哦 行 得嘞 咱们见面聊 好啊 好啊 这样 等我买了这个游轮呢 我请你们所有人去南非玩 谢谢可可 这下我们都沾了可可的光了 可可 老实交代 哪儿掉了这么一男的呀 什么我吊他呀 是他自己咬的钩子好不好 死皮赖脸地咬着我 怎么都不肯松嘴 我有什么办法呀 是不是 对 我对可可呢 那是一见钟情 想甩掉我 基本上没可能了 我追可可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一个字 钱 钱 钱 砸晕为止 但是我这个人呢 特别低调 拜托各位同学 那今天咱们就别发朋友圈了 行吗 对对对啊 你们谁都不能发啊 我们家老李是个低调的人 今天要不是我拽着他出来 他怎么都不肯来这种地方的 来 吃 吃 来 喝 喝 喝 还要来点什么 喝 初次见面 庆辉 庆辉 您这是跟我班同学第一次见面 我就当这个代表做主陪了 大家说 行不行啊 行 行 既然喝酒啊 那就是主陪说了算 我今天不把你赔好了 大家都饶不了我对不对 对 行了 问好 我男朋友不能喝酒 可可 女人可不能给男人挡酒啊 在酒桌上女人少说话 她要是不能喝 让她自己说 谁说我不能喝 来 我先敬你三杯 干了 来 来 来 老李 可以啊 你今天表现的 不过你一会儿就别回去了 那个温浩就是个酒逆子 你要回去 他肯定往私里灌你 我知道 所有我不能走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 你回去你就惨了 我都说了他肯定往私里灌你 你忘了你昨天在医院什么样子了 你回去你身体受得了吗 你快快快 我今天干吗来了 我今天就是给你长脸来了 我要是跑了丢的是谁的人 丢的是你夏可可的人 所以 我不能走 跟他一战到底 你看你 你怎么一战到底啊 你等着 你还行吗 你还行吗 我们班同学聚会 就是得喝 你既然找了我们班女儿 这一关你必须得过目 还赶不赶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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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赶了吧 大家我看看不赶了 不赶了 不赶 谢谢 拿这个 小杯推费劲 这个痛快 老李 老李 男人喝酒 女人少插嘴 人家对我这么热情 我得陪着 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老李 要不 你先来吧 老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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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这 来 来 你让我开心 下次咱们再继续玩啊 好好好 大伙都来啊 到时候一起 谢谢啊 我都没办法 那没问题 那肯定的呀 是吧 老李 真好 真好 好了 你们走吧 下次咱们再约啊 拜拜 拜拜 方哥 我们现在走了 你男朋友太棒了 就是 简直是文武双拳 游泳游摸的 还行吧 还行吧 太帅了 拜拜 拜拜 安总 拜拜 拜拜 可以啊 老李 我真没看出来 那温浩就是一酒逆子 你把他喝成那个德行 你怎么做到的 你看年少爷这儿 坚定不移的 老李 老李 上回我就说你俩是小两口吧 你还不承认 怎么着啊 这回你又撞上他了 他又喝醉了 您这又是助人为乐 护士啊 他没事吧 怎么会没事啊 上回我就跟你说了 他不能再喝酒了 要再喝酒就真出事了 这回可不 他心脏啊 刚才跳得都快飞出来了 这非常危险的知道吗 一定得注意点啊 谢谢啊 Oscarn 芳妇夜空出现的 遥远的星辰 触摸不到的感觉 是真实的爱情吗 我不是那遥远的星辰 只是普通平凡的爱人 在这又不停的心 老李 你行啊 我给你煮了粥 还带了饮料 你想喝哪个 慢点 慢点啊 你好点没 我喝多了 老李 你昨天功劳大大的 你解气就行 太解气了 来 昨天表现你给打个分吧 满分 老李 你太深了 我就想不明白了 就你那酒量 你怎么就能坚持着不倒呢 哪有什么酒量 我从来都不爱跟别人斗福斗酒 我一想我是谁啊 我可是夏可可的男朋友啊 我可不能倒下啊 我可不能让你跌粪啊 来 来 喝点 来 对了 你真认识周云啊 当然 当然不认识 我是逗她们的 你觉得我昨天像个有钱人吗 有没有钱我都已经不在乎了啊 关键是啊 你昨天绝对是个爷们儿 纯爷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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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两口还真挺恩爱啊 我可真得说说你 以后啊 真得少喝点啊 嗯 下次不会了 别介意啊 这护士啊 眼神不好 我这样呢 哪能配得上你呀 董事长在吗 董事长不在 董事长的 马主任今天来 你没通知他吗 我通知了 这么大的事他敢迟到 朗李 没想到 你这感情也挺曲折的 不过你放心啊 你这个人这么厚道 肯定会遇到一个真心对你好的 那些嫌你穷的女人 你就甭搭理他嘛 呗 有个事啊 我特别想问你一下 嗯 你说 现在在这女孩找男朋友 是不是都非得找 就比方说像你这样的 是不是非有钱人不嫁 这个啊 这个 这个是我一心结 我一直都特别想知道答案 你不要怕刺激我 一定要实话实说 喂 喂 洪海 你到哪儿了 怎么还没来公司 什么事 你忘了我告诉你 今天马主任找你来谈上市的事 我昨天找你了 我知道了 我这儿还有事 等会儿 什么 你敢让马主任等你 你疯了 不就是蒸包子吗 我不再还蒸不了了 你们先把馅儿裹上 什么蒸包子 你怎么这么笨哪 你先把芹菜 西葫芦洗干净剁成馅儿 等我回去蒸 不是 李洪海你抽什么疯啊 抓紧时间 好 等我回去蒸 就这样 挂了 喂 喂 你有急事啊 那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包子铺的新来的小公 她连这个包子馅儿 都没有整明白 不管她 咱们接着刚才的话题 你刚说什么来着 就是现在的女孩 是不是都非有钱人不嫁 才不是呢 不是吗 老李 你千万别误会啊 我昨天让你去装富豪 那就是想气气他们 我才不是那种人哪 再说了 有哪个女孩 不想碰到一个 让自己奋不顾身的男人啊 要是哪一天 我碰到这样的人 我根本就不在乎 她有钱还是没钱 爱情又不是买卖 跟钱有什么关系啊 老李 你千万别灰心啊 这 说不定啊 这现在已经有一个好女孩 在哪个鸡脚嘎啦里面 正躲在那儿等着你呢 这缘分一到 她就 扑到你怀里去了 老李 你要自信 知道吗 你下一次 再不自信的时候啊 你找我 我去给你打气 我当你的啦啦队队长 加油 老李 加油 老李 加油 谢谢夏队长 加油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看你那嘴干的 干脆这样吧 我呀 把我这润唇膏耳 就送给你了 来 摸摸 以后记着抹啊 包子铺 我又催你了吧 是 我得走了 要不然这包子真卖不出去了 你什么情况 马主任都等了你快一个小时了 我错了我错了 我说你抽什么疯啊 一会儿包子铺一会儿肉馅的 还挂我电话 挂你电话是因为我在谈大事 有什么事比咱们公司上市还重要啊 我谈的这个事就比上市更重要 小郑 什么事啊 关于爱情 我都能想象你把刘小岚给气成什么样了 太过瘾了 真解气 你从哪儿认识这么一个卖包子的老李啊 天上掉下来的 要是天上掉下来个大富豪都好啊 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爱天集团谋求上市有一个原则 绝不是为了圈钱 把所有的钱都装在自己的口袋里 占股民的便宜 欺骗投资者的感情 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我们的愿望是分享 通过爱天集团的上市 能够和股民们一起做生意 大家手拉手 一起来分享我们爱天集团 所创造的财富 共享财富 这是我们爱天集团上市的终极目的 也是我和集团的诸位同仁的追求和梦想 洪海 你刚才的发言很精彩 大家都看到你一个企业家的情怀 咱们现在就谈一下具体问题 您说 你要带头学习一下 我们对上市企业的各项审核标准 都说企业上市 董事长都要扒一层皮 洪海 您可要做好准备啊 明白了 洪海 怎么了 那没什么没什么 您接着说 我们的审核从下个月开始 您要首先从以下几个问题来着手 尤其是财务方面 洪海 你怎么回事啊 马主任 对不起 您稍微等我一下 这什么事啊 这什么事啊 洪海 马主任跟你谈着事呢 你跑出来干什么 别嚷嚷我 丢东西了 丢东西了 什么 钱包啊 不是 润唇膏 咱们拿一个润唇膏 润唇膏 我进大堂的时候 我一摸口头还在呢 肯定就在咱们酒店里 不是 马主任跟你谈着上市的事呢 你赶紧回去行不行 不行不行 这个东西不能丢 你去跟马主任解释一下 洪海 你正常点行不行 一会儿包子服一会儿润唇膏 你抽什么呢 有什么东西丢了 我给你找 行不行 那你必须给我找到 肯定在咱们酒店 我知道 快回去 回忆去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就为了个润唇膏 要让你至于吗 你懂什么呀你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 纪念什么呀 纪念你当了一把穷光蛋 还是纪念你当了一回包子服小老板啊 亏你还是我这么多年的哥们 这么多年了 这女人一见到我呀 眼睛里就撒字 有钱人 只有在这个小姑娘眼里 我是个穷光蛋 当了一把纯爷们 我说这姑娘怎么演这么拙呀 能把你李洪海当成穷光蛋 穷光蛋才说明问题啊 她才说明了我 就算是穷光蛋 就算是开包子铺的 在女人眼里 一样是有魅力的 你知道她是怎么说我的吗 老李 对于你来说 有钱没钱已经无所谓了 关键你是一个爷们儿 你听听 这话你也信 我干吗不信呢 我还要加她的微信呢 老李 老李 你包子铺那边还好吧 没耽误你卖包子吧 老李 你包子铺那边还好吧 没耽误你卖包子吧 放心吧 没耽误 已经卖出去好几笼了 已经卖出去好几笼了 我说啊 你跟个小丫头片子这么聊 有意思吗 反正比跟你聊天有意思 我告诉你 你别看她岁数小 我跟她还真是有一种 相见恨晚 绝对知音的感觉 哥们儿这儿 我指的是心里 很受启发 我说 这么个小丫头片子 她能启发你李洪海 你知道她是怎么说的吗 她说 在茫茫的人海当中 总有一个人在那儿等你 你要有耐心 越是在你 绝望的时候 越是在你 黑咕隆咚里找不着北的时候 越是在你觉得 你的人生 已经快要完蛋了的时候 相信吧 这个人 就快出现了 你听听 我看你快完蛋了 我告诉你 就这种话啊 我在微博上能给你找好几万条 简直就小学生说的 说得对 那也得听 洪海 我跟你说点正经了行吗 咱以后别不合时宜了 我求求你 咱们注意点形象好不好 正跟证监会的大领导 谈咱们集团的大梦想呢 你神经病啊 这满地找口红的真是 怎么了 集团的大梦想就是梦想 我个人的小梦想就不是梦想了 我还告诉你 我个人的梦想就是 我知道 那就是找一份 纯 纯洁的爱情对吧 你呀 就在你的茫茫人海中 慢慢寻找吧 你给我吧你 我跟你就没有话说 你说 就是为什么逃课 没意思我不想学了 你再说 我告诉你啊 你前面上了那么多课 收了那么多苦 这都白费了吗 今天我还跟你说了 你想学也得学 不想学也得学 我就不去 你再说 刘大哥 怎么了这是 这孩子要气死我呀 他今天逃课 他不去练琴你知道吗 您先别生气啊 晓晓 你为什么不去练琴啊 阿姨问你话呢 说话 刘大哥 你别着急啊 晓晓 要不这样吧 今天晚上 你就别回学校住了 跟阿姨回家住去 正好晚上 咱俩好好聊一聊 好不好 进去看看嫂子吧 走 小晓 你刚表现得可真好 你刚表现得可真好 晓晓 阿姨知道你喜欢拉琴 你是因为心疼爸爸妈妈 所以才不想学了 对吗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 你好好地拉琴 这才是心疼他们呢 除非你自己不想拉了 那阿姨也不勉强你 你现在告诉我 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跟阿姨说实话 喜欢 真的啊 那就好 走吧 跟阿姨来 来 唐老师 唐老师回来了 回来了 一会儿礼物 好啊 喂 可可 我回来了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你看什么看来啊 你不认识我啊 可可 你是不知道啊 我在柏林这两个月 天天都盼着 能看见你这张脸 做梦都常常梦见 一梦 就梦到天亮 你天天都梦见我的脸啊 你不觉得肾得慌啊 那我问你啊 你说 做的是美梦啊 还是噩梦啊 梦到你 你觉得呢 那也不行 我这张脸 就不愿意让别人随便梦见 这个你说了可不算 对了 我带给你的巧克力怎么样 好吃吧 这你要问裴侯啊 过来的路上 全被她给吃了 好不好吃啊 还行吧 还行吧 可可 在柏林的这两个月 我憋了一肚子话 想跟你说 可是 我今天又不知道该怎么 你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就别说了 快吃饭吧 过两天我就要走了 我今天再不说 我就没机会了 可可 我喜欢你 哥们儿 咱俩是哥们儿啊 那是你一直 行了 谭林 你还想不想让我好好吃饭 快吃饭 这儿还有个一千瓦的电灯泡呢 你考虑考虑电灯泡的感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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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绝对是个爷们儿了 纯爷们儿 纯爷们儿 老李 你千万别灰心啊 说不定啊 这现在已经有一个好女孩儿 在哪个鸡脚嘎啦里面 正躲在那儿等着你呢 这原算一到 她就就扑到你怀里去了 可可 我觉得谭林真的挺喜欢你的 这都快两年了吧 人家一直对你念念不忘的 你到底怎么个意思啊 本小姐属于稀有资源 对我念念不忘的人多了去了 难道我都接受啊 物敬天择优胜劣汰 这属于大自然规律 那淘汰谭林这样的 你不觉得可惜啊 大帅哥一个 在设计界又小有名气 那综合评价 也算是个白马王子级别的吧 这关键的关键是 人家对你真心好 这我都知道 可我觉得吧 她就是我一铁哥们儿 我跟她实在是不来电 我俩都认识这么久了 要是来电的话 早就火光四射了呀 还用等到现在啊 现在在这女孩找男朋友 是不是都非得找有钱人 就比方说像你这样呢 是不是非有钱人不嫁 这是我一个心结 她有没有钱 我根本就不在乎 要是哪一天 我碰到这样的人啊 我根本就不在乎 她有钱还是没钱 爱情又不是买呢 跟钱有什么关系啊 那些嫌你穷的女人啊 你就甭搭理她吧 你忘了姐们儿的 终结目标了 必须加入豪门啊 你又来了 我跟你开玩笑的啊 爱情是我的目标 豪门只是一个选项 你这话也就跟我说说就行了 千万别让别人知道 谁愿意娶个拜金女啊 你傻呀 嫁个有钱人也得我爱她呀 那要是没有爱情 就算她有个金钱 我也不会嫁给她的 行 那我就等着 你的目标实现 祝你梦想成真 好 冬容好 好 不见了 我肯定不见了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你知道这女孩谁介绍的吗 是马董的关系 谁的关系我也不见了 不见了是吧 那明天多加修项目还接不接了 极端的情况能随便改了 没有马董的运筹 我能这么顺利吗 除非这项目也不接了 我就是不干了我也不见了 我见了女孩跟人说什么 不瞎耽误功夫吗 回头啊 我跟马董解释了 看来你真把这个夏可可当回事了 是 来 两点负子女孩 旧嘴飘 出身 一定有 但是小心 我不能再看了 我馋死了 黑红 你订外卖什么时候到啊 退一下呀 我催过了 你等会儿吧 万能的朋友圈啊 谁给我送点良品铺子的 虾衣扇背吃呀 洪海 我求求你了 你就过去对付对付 随便跟人吃个饭 为了咱们集团的利益 牺牲牲色相 这也是你身为董事长应进的 海州有良品铺子吗 不知道干什么呀 买虾衣扇背呀 你知道哪有 买它干什么呀 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我还是用手机 导航 良品铺子 你要干什么呀 人家女孩等着跟你见面呢 我觉着 你代表我去得劳 你去比我去更合适 你拿着协议去 女孩一看 不就立刻就跑了吗 我呢 我也正好忙点我自个儿的事 你干什么去呀 喂 老李 可可 我在你们工作室楼下呢 你下来一趟呗 你怎么来了 老李 老李 一大来的扇背 够吃吗 老李 你看我朋友圈了 我看你馋得够呛 正好我没事了 我就给你买了 拿去吃吧 你看你这人真是实在 我发朋友圈那就是玩 你这人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再说了 我其实也没那么想吃这个 一般想吃也行 谢谢啊 老李 我上面还忙着呢 我就先不陪你聊了 你忙你的 咱们微信联系 晚上一块儿吃火锅怎么样 好啊 我就爱吃辣的 那我定好了地儿 我联系你 好 那我先走了 可可 你发这朋友圈 还不当一小时呢吧 这么快就送来了 这速度可真够快的 我就发这玩玩 这人也忒实在了 看这架势 这大哥是喜欢上你了 你别瞎说 人家老李是热心肠 他就把我当个小妹妹 什么小妹妹啊 你看你朋友圈里 那么多大哥 你这一发朋友圈 其他哥哥都没动静 怎么单单 就这个老李屁点屁点跑来了 你看这事给闹的 我跟你说啊 他这两天老是跟我发微信 嘘寒问暖的 我就觉得哪哪不对劲 我可真是敢喝眼祸水啊 要不你干脆就考虑一下 当个包子破老板娘 这以后咱也不出吃包子了 回头再弄个连锁店 哎呦喂 那还了得 等你发达了 别忘了给我这脸 赞助点经费 让我再去信仰改变下命运 实话跟你说吧 我对这个老李啊 印象还真不错 憨厚 仗义 就凭这两点 那就是我的菜 可惜啊可惜 我下可可是什么人啊 我是时尚圈的 那我要是嫁给老李了 那看起来多不达呀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 那可不 那我将来必须是要引领 时尚潮流的呀 这个老李 这怎么着 才能跟得上我的步伐呀 估计下辈子都跟不上 所以我不能耽误人家 那耽误之急就是跟他直说 让他彻底死了这条心 必须要 嗯 明白吗 先生 请坐 几位呀 一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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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牙 一牙 一些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